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是一个宗主的比喻 耶稣来到世界上的时候 他有一个很清楚的一个使命 就是指导人来跟踪他 因为他知道他在世上的时间不是长久的 尤其从他讲道一直到他身边 大概只有三年的时间 那三年的时间对我们实在是很短 我自己算下我来额外三年 一下子就过去的时间 你在神園里头三年 还刚刚修的MV 叫做这个硕士 这三年里头 如果你没有法应该做到 那基本上就是没有机会做到 我们的主是一个很特殊的人物 因为他是神 才可以在很短的时间 实现他尽多的理想 那其中一个就是很重要的就是 他呼召门头 找一群人来继续宣扬传达他的使命 这就会有一段很重要的经文 就是在以撒亚书里 主耶和华是我受教者的舌头 使我知道怎样用原意来 扶住疲乏人 主每一早晨提醒 提醒我的耳朵 使我能听像受教者一样 那是在以撒亚书 有一个叫做 耶和华的仆人的一个宣告 一个人在上帝的面前 最重要 我认为是最重要的 就是神盟听上帝的话 神盟成为一个受教者 人内心顽固 也不喜欢听任何我们不能接受 或者不想听的事情 但是他愿意敞开他的生命 来寻求神能够教导 教导他 教导他是有目的呢 就是他知道怎么用原意来扶住 世上疲乏软弱的人 所以他求主每天早晨都提醒他 提醒他的耳朵 使他能够听 使他能够明白 使他能够记住 使他的生命有所转变 这是在先知以撒亚里头 讲到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 耶稣 耶稣来到世界上的时候 短短的三年侍奉 他最忠心的一个使命 就是呼召门徒 在马可福音第三章十三到十五节 有这样一段节目的讲解 说耶稣上了山 谁自己的意思叫人来 他们便来到他那里 他就失离十二个人 要他们常和自己同在 也要派他们去传道 并给他们全定赶鬼 所以这段节目里头很清楚的 呼召门徒 培训门徒 是耶稣在世上最重要的 一个使命之一 谁是门徒呢 一个神学家叫做A.J.Druck说 人要成为门徒 必须有耶稣的呼召 诚然我们在三福音书中 没有看见一个因自愿 跟从耶稣而成功的例子 所以在耶稣的心目中 他所谓的门徒 好像是一群很特别的人 很像以赛书所讲的那一个 耶和华的呼人 至少他们愿意听从神话 接受耶稣的教导 我也知道不是每一个人 对耶稣的教导 是欺之若惊的 有些人信主 转个身 他就回家了 继续做自己的事情 你问他你是谁 他说我知基督主 我有固定的一种宗教的神物 但是对神的话 他不是太过关心 这是我到马来西亚的时候 在一个地方讲到 有个弟兄夫妇 陪我吃饭 他就讲他的见证 他的牧师也和我讲这个弟兄真的很特别 他很会做生意 开了好几家很成功的餐馆 专门卖烧鸭 他的烧鸭是特别的好 到处开分店 生意非常成功 但是内心非常工学 身身没有方向 没有判断 明天回到家里 跟太太就是吵架 太太也很虚空 所以两个虚空的人如何很爱吵架 所以他犯了一种叫做焦虑症 每天很多焦虑 小的事情 大的事情 都成为他忧虑的项目 他去拜佛 他去求这个求那个去打斗 但是都没有解决这个问题 有一天他被邀请参加一个 我们所谓的基督教牧场的一个机构 牧场的会 他不知道是基督教的 但是因为被 可能朋友这样他就去了 一去了 才知道这是基督教的 很想走 就转身就走 但是一天见那些师哥 把他的眼泪流下来 他还不晓得这个字怎么有意思 但是师哥 就感应了他 后来他被邀请到教会去 他也不想信主 但是一听见这师哥 他的眼泪不停的流下来 后来牧师就去看他 后来他说我要信主 有理人就没有了 一种转变是很激烈的 这个还是小事 我要强调的就是 从那天开始 他就爱读圣经 他信主一年 他跟我说 你跟我说 我的圣经还没有读完 我几天他讲到 他每一次都来参加 耶稣要找的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一个受教者 一个看见他坏的人 就好像看见一般人 所看见的金钱一样的母亲平常 如果一个人对上帝的话没有感应 我可以差不多说 他的生命不会有成长 不管你来教会多久 你的世货的年龄有多少 所以耶稣知道我们人都不一样 所以在人群当中 他不是像一般人说 哇 全部都来 他要看哪些人 是他可以培养的 有些人很想跟从耶稣 但是不成功 我这边举个例子 就是讲到 曾经有一个人被鬼扶的 很想跟从耶稣 你有没有看过被鬼扶的人 他在你被看见的时候 你就知道 什么叫做被鬼扶 被鬼扶的人 是完全被撒旦控制的一个人 他的身体 他的意志 他的感觉 甚至他的形象 他的品格 完全在撒旦的手中 他就不能再做一个人 因为他是在魔鬼的手中 所以一个被鬼扶的人 是很痛苦的 当他知觉的时候 他很痛苦 他很希望能够脱离 这样捆绑这种黑暗 哇 有一天 他遇见耶稣 耶稣把鬼赶走 你想他是多么的感恩 一个人之感恩是因为 他可以从黑暗进入光 光临 他感恩 一个人从没有而救 他会感恩 一个人从空虚得到丰富 他就感恩 所以他当然想跟从耶稣 他这么强的热情 要跟从耶稣 我们心中讲话 这是一个好人选 却没有想到 第十九节 耶稣说 耶稣不去 却对他说 你回家去 那为什么耶稣 拒绝他呢 不接受他呢 耶稣有他的原因 你不是每一个人 都符合门徒的资格 但并不表示说 这个人不能适合 每一个人都可以适合 总是有些事情 一个人可以做 所以耶稣就告诉他 说你回去 当你亲戚那里 将主为你所做的是 何等大的事情 是怎么怜悯你 都告诉他 去宣扬耶稣在他身上的作为 最好的见证 就是讲神在你身上所做的事情 这是最好的见证 因为没有人可以推翻你 挑战你 因为这是你亲身的经历 这个人明白 这个人明白 所以他就走了 就回到他居住的那一代 在传扬耶稣为他所做的何等大的事 哇 人家听见就觉得很惊奇 这样叫做师奉 这个也是门徒 如果我们走到任何的地方角落 从来不能叫人家从我们身上 所讲的话 所做的事情 看见一些他们可以惊奇的事情 那表示我们跟世上人有很大的分别 我们能叫别人惊奇吗 我们的行为 我们的圆坛 我们的价值观 可以叫别人惊奇吗 朱普讲一句话 他说神借他的使者呼召一个人 必定也会显露那人本性特点 使得呼召超越人的意愿 因此缘故人不能说我要做耶稣的门徒 就能成为门徒完全出于耶稣的主权 成为耶稣在约翰福音所说 不是你们卷学我 是我卷学了你 我们的问题在哪里 我们的问题常常认为 我们是主动的 上一句是备用 你行我希望你行的事情 你做我要你做的事情 你实现我要祈求的祷告 这是我们的问题 但是耶稣说 我卷选你们不知 你们卷选 耶稣认为我们每个人都有特点 但是我们也有很多的问题 很多的歪选 很多的歪选 如果每一个 耶稣容许我们每一个人去发挥自己的话 天下是大问 有没有我们太多歪选 太多喜好 太多披持冲突的观点 所以耶稣卷选一个人 不是说这个人就完全 他是要能够把这一些人 变成他心目中的门徒 所以为什么圣经说 也是随自己的意思 叫人来 怎么培养人 这个是 我们每个人都要教会 尤其是教会要去思想 我们怎么培养人 我一直认为我们现代的基督徒 听太多的道 但是没有学到怎么做 行我们所听着的观 所以耶稣在这里 我今天讲的五个批语 这个五个批语是耶稣在他讲论里头 我们提到的一些所谓 培养门徒的一些很重的概念 所以我用批语的方式来调达他的思想 耶稣培养门徒 怎么培养门徒 希望把门徒培养成什么的一个人 也可以让我们知道 我们做一个基督徒 应该做怎么样的基督徒 我们有很多偏差 但是可以从耶稣的教导里头去明白 所谓有效的一个门徒 有效的基督徒 我这边讲到五个批语 第一个就是学成的门声 第二是得人如得语 第三是把房子造在磐石上 第四 世上的盐和光 第五 背起十字架 一共是五个 我们一个一个来想 因为每个批语隐含了耶稣心目中的理想 希望我们这些人成为什么的基督徒 第一个我要讲的是 学成的门声 就是训练人晓得真理 并善于教导 耶稣真的希望每一个相信祂的人 都可以成为一个门声 这个我们讲student 英文就是disciple 门声 或者learner 他曾经讲过一句格言 耶稣说 瑕子岂能领瑕子 两个人不是都要掉在坑里吗 这是一个非常聪明的 这一句耶稣的格言 瑕子岂能领瑕子呢 如果领的话 一天两个人掉在坑里 这是普通常识 我们人没有方向 我们也不知道前面怎么走 人生应该怎么成长 怎么确定我们人生 事业各方面的目标 我们都不知道 所以我们需要人家带领我们 但是如果找到这个瑕子 那不是完啊 你们用不用GPS 你们GPS好不好 好 那不是瑕子 GPS很好用 因为他一定可以反比赛到一个 要去的一个地方 但是如果是一个瑕子的话 他是没有办法带领我们 向前走的 然后耶稣就进入一个很重要的 学生跟老师之间的关系 他说学生不能高过先生 凡学成了的 不过和先生一样 在这个教育的理念里头 我们要学东西 大家有很多的方式去学 你可以自学 可以 但是很少人可以成功 但是一般上我们都需要老师 你老师很多啊 但是不是每一个只是好的老师 一般上 你小学啦 中学甚至大学也不是太在意那些老师 但是到了研究业的时候 尤其当你在博士科的时候 那个老师就很重要 我在念一个博士的时候 当时我对这个就业很有兴趣 所以就在找一个学校里头 特别优越的优秀的一个就业老师 然后跟他学一起 也感谢主啦 他也接受 我从他身上学很多 但是我怎么学 当我毕业的时候 我发现我都还不到他的一半 耶稣讲的 的确如此 学生不能高过老师 如果高过老师就表示个老师不太好 不太行 耶稣在这里实在是用了当时的一个叫做拉比 这种评训 拉比的训练 那在耶稣的时代 如果一个犹太人 如果你要学什么 你就跟拉比学 有些拉比非常好 像加玛列 还有西列 这些都是非常优越的老师 拉比 他这些人叫做拉比中的拉比 大师 保罗曾经知道一个非常出名的一个拉比 下面学习的 所以当时是 如果有人要接受培养 你就跟拉比学习 把拉比的方式就是 你到他的学堂 到会堂里头 就听他讲课 就很像我们今天到课室来听课一样 你坐他的门神 所以你想耶稣基督出来传道的时候 你想在别人眼中他是谁呢 你想他是谁 别怎么看他 你读圣经的时候 你想那时候的群众怎么认耶稣 耶稣也问过他们 你们认为我是谁 你想那些人怎么做 他是什么 忘记啊 你说你是先知的吗 你是先知的 只有一个人 越过这个模式 是彼得说 你是 上帝的儿子 耶稣说如果不是神让你知道 There's no way 你可以知道这个奥秘 所以在一般的眼目中耶稣是个拉比 所以他们说 夫子就是拉比的意思 就是老师的意思 所以耶稣在教导是耶稣一个非常重要 所以你在看耶稣一生的时候 他最关键的一个师奉就是教导 那这是根据这个圣经很重要的概念 就是说这个学习跟教导在西伯来文是同一个字 在中文里头是两个字 学习这个词跟教导这个词是不同的概念 这两回事情 但是在西伯来文里头不是它是一个根源 意思是说你学习 教导来自学习 这是整个圣经的观念 我常常发现中国教会很缺少这种教导的师奉 以及能教导的人 为什么 因为我们没有好好教他们怎么学习 所以在圣经的观念里头 这个学习神的话是很重要的 是我们一个受教者的舌头 能够听 听 听 听得懂上帝的话 learn 然后这个概念 这个运作你强化 你不断去学习 道义的地步 他就产生教导的作用 所以意思是说在圣经的观念里头 我学习跟教导师来自一个根源 是必然会产生的结果 这意思是强调精英的训练 不是群众的训练 你发现他常常避开群众的 因为这些人动机不良 每个人都想要自己得到的东西 你没有办法在教会里头 你没有办法办大会 群众大会 来培养弟兄姐妹 我基本上不相信这个事情 你要培养每一个人可以成为 精英耶稣的精英 成为一个属灵的领袖 这是第一个名义 说要传达的道理 第二个就是 一般上很多人我们也知道 就是得人有得意 这句话 怎么训练 人懂得带你 人信主 多少弟兄姐妹 在你一生里头 你曾经带过一个人信主 看看有多少 at least one 就是提高点不要害怕 因为我们会表扬你的 但是不送你 多少 很少 one quarter less than one quarter 你说其他人没有机会 或者你还不知道怎么去带人信主 你知道吗 如果我们每一 我不要说一年带一个人信主 我说你在十五年里头 如果一个人带一个人信主 你知道我们教会人数会多少吗 现在这些有三百 有多少 没有六百也有五百 谁 带人信主 所以耶稣培养门徒其中一个 就要培养他们能够带人信主 这边有一段经文讲到 耶稣顺着加利利的海边走 看见西门和西门的弟兄安德烈 在海里杀网 他们本来是打鱼的 在海边在打鱼 因为一般的人如果我们到海边看到两人打鱼 我们一句会问他说 我今天打到什么鱼 有什么鱼好吃 大概就问这个问题 是人关心着这件事情 但是耶稣看见这个事情的时候 他就用打鱼这个例子 称为他的培训教材 耶稣是非常懂得焦躁的人 耶稣对他们说 来跟颂我 我要叫你们德仁如得鱼 所以这些奋斗间间 什么叫德仁如得鱼 如果跟我们讲 我们大概不是很了解 为什么 因为我们很少打鱼的 我非常喜欢钓鱼 钓鱼算是我唯一的嗜好 但是问题 我差不多十几年都没有钓鱼 基本上我这个嗜好是没有 没有发挥的一个恩赐 一个喜好 我喜欢钓鱼 我也享受钓鱼 有时候可以坐在那边半天 就等钓那一条鱼 有这么难藏的心去等 后那条鱼上不够 钓鱼渔夫就是这样 钓鱼是个技巧 不但这个技巧也是一种品格 这种草原 忍耐 而且很有技巧 要看天气 什么时候最恰当的钓鱼 是旁闻呢 还是早上呢 鱼群在什么地方 什么地方有哪一类的鱼呢 哪一类鱼是我要抓的呢 这些都是一般打鱼的人 懂得一些基本的知识 所以耶稣用这一个来做打鱼这一个批语 来讲到 船不赢 打鱼 其实也不是那么容易 但是是可以做得到的 如果你懂得怎么打鱼 渔夫的工作就是好好抓鱼 一说带领人 带领人信主 容易不容易 不容易的 但是你可以带到他们 但是你要知道怎么带他们 我一般人到餐馆吃饭的时候 基本上就点菜 然后就enjoy我的面 但是每次我到餐馆吃饭的时候 只要那些招待人把菜拿过来做 我总是把他们勾度留下 那边跟他讲几句话 认识他 说不定有机会团队 然后我问他便宜没有去教会 他不能走开 因为他要服务我 而且他走开 我的天气又早一点 所以这些人他 他有一种意味要留下来 听你讲 因为我们是特尔弹 他跟他谈 你发现很多时候他们也听了 有时候我就会碰到老板 就跟他讲 常常问说 有些是基督徒 有些太太是基督徒 有时候我告诉他 要不要来我们家来教会 好像到今天还没有看到 一个老板出现 第一你要有这种忍诚 第二要有些技巧 第三 靠着上帝的恩典 有些人会不会说 帝的恩典 他在馬太貴第七章曾經講過這一個教導 耶穌說 所以凡聽見我這話就即行的 好比一個聰明人把房子蓋在磐石上 衣林水沖風吹斷坐那房子總部倒塌 因為根基地在磐石上 耶穌用這一個比喻來讓我們想一個非常重要的事情 把房子造房子要倒在磐石上 他說凡聽見我這話不去行的 好比一個無知的人把房子蓋在沙土上 衣林水沖風吹撞到那房子 房子就倒塌了 並且倒塌得很大 你想這個譬如要講到 我們什麼道理呢 把房子造在磐石上 如果你注意最近這些新聞啊 或者各方面 你常常會聽到這個泡沫這個字 Bubble Inmediation bubble 泡沫 今天的人講什麼 有這個 經濟泡沫 對不對 還有房地產泡沫 房價很高 其實是虛假的 經濟很發展 其實是沒有實際的根據 有時候我講泡沫人生 看起來很不錯 其實是空的 我還講另外一個好像不常聽見 就是叫做泡沫基督徒 什麼叫泡沫基督徒呢 我們一定要了解是什麼叫做泡沫經濟 那如果你念經濟學你知道這個經濟 你要帶出經濟 你必須有一些實際的一些具體的經濟的因素 經濟的發展 那你才產生所謂經濟 最近美國的經濟是多少 你們看不看報紙啊 特朗普為這個事件很高興 你知道多少percent嗎 4.1 誰講的 不是大老送他一個禮物 4.1% 美國這個國家的經濟 這是過去十幾年來最高的 美國 強大的經濟基礎 你能夠4.1 那是很了不起啊 你知道4.1在我們這個龐大的 經濟系統裡頭 增加多少錢財 1.1% 你說是真還是假的 這個數目是真還是假的 怎麼不知道 至少在這個美國國家 他說1.1% 我是可以相信 當然他每次在算上會有一點correction correction可能少一點多一點 但是這個數據是經過很嚴密的一個投資 出來的數字 明白意思嗎 但是有些人 一些國家隨便跟你說多少 你相信不相信 那要看是哪一個國家 你真的要看哪個國家 因為有些人造假出來的數字 不是真的 如果你可以說我有 不是 但是我是假的 基本上 你就這個叫做泡沫清清 不是實在 你這個泡沫房 房地產 意思說 8.8%房價 弄得很高 我們在08年 08年我就遭遇到這個問題 就法國 property 所以在 你們這一代 那時候我不住 住在這裡 我知道 這一代的 房 房價 大概掉了 20-30% Phoenix最厲害 掉了半 一半 我住在東岸 動不了 因為那個房價本來就不高 一點點 沒有什麼影響 所以那時候加州的房地產是泡沫 這個房地產 今天又起來 Be careful 泡沫人生 有些人把人生搞得很像火像一樣 大房子 車子什麼什麼都有 但是裡頭空 這個叫做空沫人生 Nothing inside 沒有生命 沒有品格 沒有價值觀 沒有商店 那我現在回來 什麼叫泡沫基督徒 誰可以答對 你一定答不對的 因為你答對 我也 換給你另外一個答 泡沫基督徒就是 你只會聽 我會做 這叫泡沫基督徒 你聽很多 你讀聖經很多 你禱告很多 但是你都 都發 你都不做出來 這泡沫基督徒 很多很多基督徒都是這樣 耶穌就是因為這個緣故 他就講了這個比喻 我給他講 他說 所以凡聽見我這話 就去行的 看到嗎 他講這個比喻 最主要的目的 就說 人間親切不做 那不做跟沒聽有什麼不同 沒有不同 我們 我們 牧師 我們可以在這裡講道 但是講完之後 丟點面不做 那基本上就等於沒有講 我覺得 我們 真的有這個問題 很普遍的問題 愛聽 但是不做 而且聽到時候 不但愛聽 而且還會批評的 要挑好聽的 很好很好 回去孩子不做 那這樣的一種 泡沫基督徒 那就有問題了 所以耶穌就用這個 建造房子這個比喻 意思說 如果一個人 你聽見你就去做這個人 你就很像把你的房子 造在這個 盤水上 你知道造房子也不是說一天就造出來 我今天來看到那個什麼 我們那個 太陽板造好 非常道歉 快快把車停在下面 太陽留給 電 銀兩留給我的車子 這個也造了多長一兩個月嘛 如果你造一間房子 是很長的時間 不但是很長 一個磚頭 一個磚頭 貼上去的 漫橋 在巴斯羅納 有一間 很大的教堂 高底座的那個教堂 已經造了 造了好幾 好像幾十年 聽說還要造到 還要十幾 二十年才能夠造完 哇這個偉大的教堂 當它造好的時候 我相信可以留在這個世界裡頭 五百到一千年都沒有問題 有些房子 大概三十年就完了 你知道他們每一個磚頭 每一個地方 都是不但經濟 而且是失去的 而且是 用耐久的材料去 實現這個 偉大的一個 建築工程 表揚上帝的 容美 一個磚頭 每天一節 如果我去做 耶穌說你要愛人如己 那我去愛人如己 這是我的一個小磚頭 耶穌說不要基督 這是我的另一個小磚頭 如果每一句話 都是一個磚頭 你貼上去 因為你貼上去 下面你不做 空 他多天就倒下來了 一說一個人 要學習遵從神的話 就是說 我必須consistently 誠意的 真誠去 做我明白的 如果我明白 聽見又不做 然後只挑幾個來做 那個房子基本上就叫做 要在 沙圖上 明白這個意思嗎 所以我 對很多人說 我說 實際上來說 我們不需要把所有聽見都做出來 因為你越做 你就發現你越做不到 但是如果你開始的時候 你一聽見你就去做 那就比較容易 我聽見三句話 我去做 三句如果做不到 我做兩句 做不到 只要我做到一句 那你比較容易 去統計 去實現 但是如果聽見 一萬句話 太多了 我根本沒有辦法處理 這就是 根本就不管 所以為什麼今天基督徒 最大的問題是 聽到 基本上 跟他們沒有很大的關係 聽到就是聽到嘛 不可以 不可以你 告訴我做什麼 這個叫做泡沫基督徒 不是我們不懂 耶穌講 是我們 凡天見 我的話不去行的 所以 雅各 德斯污就把這一個特定 放到這個 你有信心沒有 行為 這個 來談 如果 你有信心 沒有行為 這個信心是死的 這個就是雅各所講的 其實這體誓是耶穌 教道裡頭所延伸 伸出來的一個 特定 OK 這個 第四個 大家比較熟的 就是這個 炎 和光 每一個人家裡都有炎 對不對 炎 炎有光 炎光幾乎成為我們生活 必須的一種物件 那炎 有它的作用 就是 它可以 使食物變得更好 另外一個就是它有防腐的作用 光 作用更大 因為尤其是沒有光的時候 沒有 光和黑暗的時候 這個光 就非常有用 因為它可以 照亮這個黑暗 所以這個 炎和光 是兩個不同的 屁育 但是同時受營養的事情 就是說 我們基督徒的生命 要有這個 炎和光的作用 假如這個世界非常的黑暗 這個人群 很多的問題 他們沒有辦法處理他們的空虛 也沒有辦法處理他們的黑暗 那我們這些基督徒走進他們當中的時候 很像 點亮了 一燈光 這個腐爛的世界 越來越腐爛 但是我們進去的時候 希望可以保護 防腐 說不定可以 保留他們 這個是 耶穌講這個 炎和光 的譬喻 的目的 但是它在前面 加了一個 所謂的 什麼叫做 複詞 不是複詞 形容詞 他說 世上 不是家男的 也不是家裡的 因為 炎和光基本是家裡的 東西 但是耶穌說 世上的 光 The salt and the light to the whole world 全世界 意思是要走出去的 要去傳回 要去宣教 要 在世界每一個民族 每一個地方 每一個角落 把基督的 福音跟生命表揚出來 他用這個 炎和光 來說明這個道理 基督都是很無緣 無論去哪裡 我們把福音 都帶著走 無論到哪裡 我們都可以見證 上帝的所為 我們好像 一把人 也好像 一掌聲 他說你們是世上的 言若是了位 怎能叫他賢呢 以後不用 不過丟在外面 變了見譚 你們是世上的光 所以他用這個世上 來說明這兩個 P的一個特點 是 Universal 普世性 承照在山上 是不能 隱藏的 人眼燈 不放在頭底下 是放在燈台上 要照亮一家的人 你們的光 你們的光也當 這樣倒在人前 叫他們 看見你們的 好行為 變成總要 归給你們 天上的福 所以這個 言跟光 實在是 代表 我們的好行為 Good deed Good work 我們的信仰 是很偉大的信仰 我們有 純正的 絕對的真理 但是我們有 實際的 一種生命的表現 對的 這個非常重要 好第五個 貝取神之家 Bear the cross 訓練人不惜在家 施工主 英國神學家 John Stock 認為基督徒必須遵行 耶穌的命令 在現今時代做 激進的盟主 要有 追根 公救體的 見解 以及全然維生 全新投入的行程 我真的希望我們教會的弟兄姐妹們成為這樣的一種基督徒 serious 認真的 極竟的 Retical John Stock 用的Retical Retical 通常我們用 弄來講那些 革命派的 正式 那些 Isset就是Retical 但是他在這裡講的是 在我們的信仰比方 是激進 很認真 對真理我們要知道 他的根底 我們全然的投入 全身的奉獻 所以耶穌在 赴當門徒的時候 我就舉幾個例子 看 看人家的反應 他第一個例子就是 沒計算跟從主的代價 他們走路的時候 有一個人對耶穌說 你無論往哪裡去 我要跟從你 這個話 聽起來是很好 對耶穌說 你不告訴你去哪裡 我都要跟從你 可見這個人的確是有些先制 但是他不了解 所謂的 耶穌 往哪裡去 這一次是怎麼一回事 所以耶穌說 湖裡有洞 天空的 飛鳥有窩 只是人子沒有枕頭的地方 耶穌不是說他睡覺沒有枕頭 他不是死的意思 他是說 他沒有枕頭的事 他說他不是那麼固定 你說他整個生活的形態 是被侍奉引導的 不是他的生活形態來決定怎麼侍奉 這是耶穌侍奉的形態 It's guided by the mission 這個人沒有想過 他沒有去算這個代價 侍奉的代價 那如果你沒有計算事物的代價 那你最好不要來 因為 你真的到了世紀的情況的時候 你說原來是這樣 我就 錯了 所以耶穌沒有說你來 沒有對方你可以來 或者不可以來 他就把這個事情 跟他講 那這個人 他就 make a decision 到底他要怎麼做 第1個例子呢 29節 這邊講到 等埋葬 父親後才跟從 又對一個人說 跟從我來 那是耶穌護照他 前面那個人是 要跟從耶穌 那耶穌護照這個人 那可見耶穌看中他 意思 很多人都可以服侍上帝 我覺得每一個人都可以服侍上帝 但是不是每一個人都可以做 某一些事 但是耶穌覺得 這個人可以做這個事情的時候 他呼召他 叫他來跟從他 視線他在前面所講的那 四個 譬喻的 理想 但是那人說主 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親 這個 也沒錯 你要回去埋葬自己的父親 你懂得要關心你的父母嗎 但是 你埋葬你的父親 你深入去想的時候 第一 你父親幾歲 什麼時候死 你要去想 他可能還年輕過多五年十年 他還在 什麼時候等到埋葬呢 所以因為這樣的一種空間 耶穌就對他說 任凌十人 埋葬他們的十人 你只管去穿揚 神活得到 好像 蠻言說 好像沒有 給面子的一種 一種宣告 一種宣告 父親 家人 是可以堪住 我們不是上帝 很多時候 我們家裡有事就不來了 這家裡有事 都因為這個我要做 我就不做這個事情 然後不做 我們家裡有事就不做 我認識一個人 他 年輕的時候就很 想出自主 全時間擺上 幸福是主 然後來 因為他確定他父親 會認同不認同 或者他知道他父親可能不認同 所以就偷偷偷偷偷到他父親死了 但是這一等呢 就過了 差不多 15年 20年 我也認識一個同工 他年輕的時候 那時候 我20幾歲 他給我大 27歲 那時候我記得我第一次 界別的時候還在 Orange County 那時候我第一次 飛到 Orange County 東東 就 Orange County 他是個醫生 你知道這個醫生可以賺很多錢 醫生可以賺很多錢 很多人父親把兒子訓練的醫生其中一個指導將來他可以賺錢 所以當他要過無限的時候他不是堅持的反對 你父親強烈的反對 但是他知道他跟從上帝的心 是很清楚的耶穌教他 所以他真的走出來 放下他的 醫學的 Preddit就出來 從那天開始 他父親 就 不再跟他講 有30年的時間 Course 有一天 他父親老了 哎呀 他也歸足了 但是他30年 是安倍的日子 你堅持 有一天說不定你父親會信主 如果你不堅持 全國法人失去一個人 父親你不堅持信主 明白我的意思嗎 我當天父在我的時候 我都不敢跟我的父親講 我就 就這樣去神學 不講 先去了再講 那後來我父親很快也信主 在真理上你不站穩 我們就沒有籌碼 我們就沒有東西可以 可以沒有籌碼 你不敢把我們寶貴的一個籌碼就放棄 耶穌說任憑使人埋葬他們使人 你只管去傳扬神國的道 蘇格蘭有個傳道人 很會講到 有一天他開步道會的時候 有人 就傳了消息說你爸爸死了 在家鄉裡頭 哇他當時的掙扎 他是不是停止聚會就回去埋葬他的父親 後來他的見識繼續講到 他說讓死人去埋葬他們的事 我的責任就是叫死人復活在這裡 Make people alive 第三個例子 有人說主我要跟從你 但容我先去 辭別我家的 你的人 耶穌說 守護福都禮向後 看的人不配進神 我國 你一邊守家 一邊轉頭 從來沒有跟農夫這樣跟你的 那你從來沒有人這樣開車 除非你的是 沒有人家開車 這證明sign 沒有道理的 我們的人生如果這樣去生活 這個我就叫 沒有道理 收服到你 向後盤的人 收服到家屬盤 向後盤的人 你怎麼開車呢 對耶穌講的話一點都沒有錯 你只要我們造個主到奔徒去做 一送給妹妹 至少我可以跟你們報仗 你不會錯 因為你是把你的房子造在 庞子上 每個人都可以造房子 但是如果造在山主上 那個是泡沫 耶穌不想我們的人生變成泡沫的人生 祂希望我們可以成為一個 適合祂的人 這時候講到基金門徒的八個表現 第一 不要水波逐流 為人家做什麼 我們就做什麼 第二 要向耶穌基督 第三 要長大成熟 第四 要孤立萬物 第五 過堅固的生活 將來我們就會談談過堅固生活是怎麼回事 第六 平衡也所分 第七 承擔也依靠 第八 瞭解 深意識 這是 John Stock 這七個很重要的一個 所謂門徒的一些特點 我們 拜託 主我們把一切都交在祢手中 與我們同在 我把我們自己 我們的教會 把我們的牧師 堂老 直視 所有的弟兄姐妹 都求求祢引導我們 使我們的心歸向你 不要讓世上的事情 甚至教會的事情 纏繞著我們 祷告奉耶穌的名 阿美 我們有上手 好 好 謝謝 好 謝謝 新闻一世 我闻见了安老 学乎往明黑暗盘谷 只意要望出旧的光明 生命此次有永恒 高尊严阳光耶稣 临近在祂寻了慈容 在祂寻如药本年大光中 世上时宁然学会失控 主已从此忘记如永生 我们刚跟随主教去 醉一卷是无人再下去 我们命运的神有余 高尊严阳光耶稣 临近在祂寻了慈容 在祂寻如荣耀的男王中 生死亡一日灵然先回失控 请弟兄姐妹继续站立 我们为今天的奉献写上诚课 亲天父感谢你 感谢你借着刘牧师的花口 来传加你的话语 主啊 你在创始之前就剪写了我们 主啊 把这份大案赐给我们 给我们的永生 主啊 又给我们做你儿女的福分 主啊 在一生当中 你引领我们的道路 主啊 我们为此现场感谢 主啊 我们既然有了 蒙了着你的大福 主啊 你就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生命当中 引导我们 主啊 让我们一生 主啊 行在你的执意当中 一生来跟随你 不计代价的来跟随你 主啊 也求你保守我们的心 让我们渴慕你的话语 主啊 明白你全辈的真理 并在生活中 生命当中 活出你的真道 主啊 让我们的行为 让我们的生命 是建立在 坚固的磐石之上 而不是建立在 草物和街之上 主啊 也让我们的生命 能够为你做光 做严 能为你在众人面前 在世上 能够为你做美好的建筝 主啊 就求你恩待 恩待你的教会 恩待你的众儿女 主啊 一生保守我们的心 保守我们的身心里 让我们都得康健 感谢主 主啊 也感谢你 在过去的一周 给我们的祝福 主啊 也我们弟兄姐妹的奉献 摆在你的台前 主啊 求你悦恼 也给我们教会的长职同工 主啊 给我们智慧 来合理的应用这笔金钱 用在你所喜悦的施工上 主啊 在新的一周里 求你继续保守引领 我们弟兄姐妹 无论生活 家庭 孩子 健康 都得了你的保守 也保守我们的教会 让我们的教会 也成为一个荣美的建筝 成为一个 在尔湾地区的金灯塔 感谢主 祷告奉基督耶稣的名 主啊 就请坐